大家好,我是咖啡,上期讲奥德赛中的苏格拉底 有小伙伴留言跟我说看睡着了 哎,毕竟嘛,哲学嘛,相对会有些枯燥 这期视频咱们就讲讲不枯燥的阿尔西比亚迪斯 虽说跟柏拉图一样同为苏格拉底的学生 但是查阅他的资料基本上没有什么哲学元素 通过游戏中的任务,我们也能感觉出来 2000多年前,就算没车,他也完全称得上老司机 我们来给他算一下 在游戏中我们一共替他完成了大概十多个任务 其中与他为爱鼓掌了四次 护送阳光道具两次 喝酒喝多了三次 帮助了四名妇女解决了各种问题 就这么一号人物 本期视频应该不至于再睡着了吧 那这里我先说明一下 阿尔西比亚迪斯的名字翻译有很多版本 那唯独玉璧给翻译的是最长最绕 所以后面我就统称为亚西比德 那亚西比德出生于公元前450年 他的父母都是雅典的贵族阶级 典型的官二代,富二代 那富到什么程度 上期视频我有讲过 当时雅典作战装备一般都是自卑 那其中最贵的装备也就算是马匹了 那所以很多骑兵都是贵族 而亚西比德的父亲自己出钱直接配了艘战船 那这一豪横行为在获得荣誉的同时 也传承给他的儿子了 然而在亚西比德三岁的时候 父亲战死沙场 那作为同一家族的伯利克利 便成为了他的养父 那希腊女神阿斯帕西亚也就成了他的养母 那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亚西比德 自然要比同龄的孩子早输不少 据说他在刚上学的时候 一直都是尊敬师长 唯命是听 但是在学习吹笛子这件事 他是拒绝的 在希腊神话中 雅典娜在吹笛子的时候 被人嘲笑面部滑稽 所以他扔掉了笛子 并诅咒捡到笛子的人不得好死 所以对于注重相貌的亚西比德来说 他自然是抗拒的 那与此同时 他还调侃吹笛者 认为吹笛子应该是迪比斯年轻人做的事 他所说的迪比斯年轻人 其实暗指的就是同性恋行为 当时迪比斯应该算是整个希腊 最无限制鼓励同性恋行为的城邦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 几十年后 迪比斯组建了由15对同性恋 组成的300人圣军 由此可见 对于刚刚上学的亚西比德来说 已经具备老司机开车的潜质了 除了心智早熟外 对于亚西比德来说 能动手就绝不逼逼 据说他在向老师提问时 并不满意老师的回答 一怒之下给了老师一拳便离开了学校 他还曾在训练场亲手打死自己的仆人 总之 年少的亚西比德目中无人 狂妄自大 如同2000多年后的一些富二代 仗着家里有钱有势 在外胡作非为 说白了就是惯的 那究其原因 除了伯利克利缺少对他的管教以外 英俊潇洒的面庞 再加上他庞大的家族财富 他的身边永远围着许多得高望重的人 对他阿谀奉承 表达爱慕 并大显殷情 那这也促使了 还为成年的亚西比德自我膨胀 当然 这些献殷情的人 除了搭关系求办事外 更多的确实是在表达对他的爱慕之情 说白了就是在求爱 那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雅典的同性恋文化 当时在雅典 女性地位极低 妻子基本上被当作生育和抚养孩子的工具 很少说跟丈夫之间有什么爱情 其次 当时普遍认为男性是近乎完美的造物 因此也是理想中的爱情对象 其中尚未成熟的英俊少年 更是理想中爱情对象的首选 当然 针对少年的这种行为 是会赋予一定教育意义的 当一名少年完成基础教育后 便会交由一名成年男子 接着教育 这里的成年人被称为爱者 少年则被称为被爱者 成年人一般会以仁慈 理解 温暖 以及纯粹的爱 对待少年 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少年 道德上的完美 战场上 他们会并肩作战 如果少年犯错 成年人要替其接受惩罚 那这种爱持续到少年结婚之后 便会结束 所以这么看来 当时的同性恋行为 更多的是指男性与男性 少年与成年之间的一种 更深入的教学方式 当然了 雅典也会有难记的存在 这种基本上就是解决生理需求的了 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还未成年的亚西比德 简直就是完美的被爱者 无数成年男性 都希望给予他纯粹的爱 那亚西比德对这些追求者 拿捏的准准的 时而对他们调情 时而当众调侃他们 毫不留情 也正因此 亚西比德做出一些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的事情 自然得到大众的庇护和宽恕 所以说亚西比德所作所为 对雅典来说 就是一个怨打 一个怨挨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 就包含了苏格拉底 据说两人是通过阿斯帕奇亚 介绍认识的 那苏格拉底认为 亚西比德自幼便有超凡脱俗的气质 和温文尔雅的性情 但是在众多追求者 对他的阿谀奉承下 最终会导致他彻底堕落 于是 苏格拉底决定要尽一切 可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 那反观亚西比德 在众多的追求者中 他还是能够识别出 苏格拉底的与众不同 他开始对苏格拉底 庆佩 崇拜 同时也开始厌倦身边的追求者 以至于将他们全部赶走 专心跟随苏格拉底 那这段时间 俩人亲密无间 亚西比德完全听从 苏格拉底的教育 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 狂妄自大 目中无人 也开始尝试赞予别人的智慧 崇拜他的朋友 那俩人曾一同从军 参加波提迪亚战役 战斗中 亚西比德不甚负伤 苏格拉底舍命救出他 也因此两个人的感情 更加深厚 在雅典的同性恋中 一般都是成年男性 会更主动 然而经过跟苏格拉底的相处 亚西比德则成为其中的主动方 他经常会邀请苏格拉底 一起吃饭 饭后 苏格拉底通常都想马上离开 但是亚西比德 总是以很晚作为借口 让苏格拉底在家里过夜 其实 瑟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 就有记载 他对同性恋的看法 他认为那种对肉欲的追求 是极其错误的 并称之为毒蜘蛛对人的亲吻 会使人感到极大的痛苦 而失去知觉 至于苏格拉底本人 对这类事情 也是非常有操守的 即使对最青春美貌的人 他也态然自懦 不为所动 跑车可以说是当下富二代的标配 2000多年前 亚西比德也同样热衷于烧钱玩车 并花巨资组建自己的俱乐部 参加世界大赛 只不过他玩的是马车 参加的是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奥林匹克运动会 在古希腊的地位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 运动会中 关注度最高的 最为壮观的 就属赛战车这一项目 据说亚西比德曾经一次 派出七辆赛车参赛 那这些赛车 所涉及的马匹和养护费用庞大 即便是富商或王公贵人都无法办到 那亚西比德完全继承了 他老爸烧钱买船的基因 最终 他的赛车包揽了比赛的前四名 也有人说是前三名 但是这些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全希腊人都知道了这个富二代 他此举也算是彻底出圈了 那整个希腊各个城邦的代表团 竟相与他建立友好关系 纷纷给他奉献礼物 以示庆贺 那这种有钱人的快乐 我是体会不到 至此 亚西比德在玩这方面 基本上没输给了任何人 不管是玩车还是玩人 似乎有种天下无敌的感觉 于是他开始涉足雅典的政治斗争中 并在三十岁的时候 当上了雅典将军 当然 成为将军并不是依靠他家族 脱关系走后门 而是凭借与生俱来的演讲能力 获得了民众的赞同和认可 那亚西比德天生就是演说家和辩论家 他的演讲极具感染力 他经常会在演讲中突然停下来 寻找更为适宜的词语 那底下的公民还都会保持安静 让他慢慢思考 这要是换成别人 早就扔东西几眼了 当然 演讲完毕后 他的所有粉丝都会给他点赞 关注加收藏 据说没有一个人白嫖他的演讲 当然发个弹幕也行 在奥德赛剧情的最后 科罗翁和布拉西达斯双双战死 雅典和斯巴达便签署了尼基亚斯合约 进入了和平阶段 那作为主战派的亚西比德 自然不能忍受这一合约 于是在他的运作下 与其他城邦成立了四国联盟 其目的就在于全面孤立斯巴达 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双方再次进入胶着状态 公元前416年 在亚西比德的煽动下 雅典人民决定发动西西里远征 如果基于历史结果来看 雅典此举是波罗奔尼萨战争中 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 直接导致了最后的战败 但是在双方处于胶着状态下 雅典无法在本土 对斯巴达进行战略封锁 那开辟新的战场 获得更多的物资 从而击败斯巴达这一战略 似乎也符合当时的正常逻辑 最终雅典人民派遣了亚西比德 尼吉亚斯和拉玛卡斯三人 作为远征将领奔赴西西里 然而刚到西西里的亚西比德 就收到了雅典的判决书 要求他立即回国接受审判 原来在远征前 城中的赫尔莫斯神像被人破坏了 那一向点儿郎当的亚西比德 自然成为头号嫌疑人 但是为了不影响他远征 当时并没有对他进行审判 然而就在亚西比德出征期间 他的政敌开始从中作稿 将罪行升级为叛国罪 那亚西比德自然不傻 他知道如果回到雅典 等待他的一定是死刑 于是他逃往斯巴达 寻求政治庇护 作为交换 亚西比德将雅典的远征计划 全盘拖出 那并煽动斯巴达人 寻求波斯人的帮助 前往西西里岛举击雅典舰队 那我估计此时的斯巴达人 面对亚西比德和雅典 这一系列的神仙操作 肯定是一脸懵逼 后人也因此给亚西比德 打上了叛国的标签 然而这只是亚西比德 传奇人生的开始 在斯巴达期间 他的生活方式和作风大变 他剪去了长发 在冷水中洗澡 吃粗茶淡饭 喝最难喝的黑肉汤 甚至在院子里养了一只公鸡 当然 这并不是他改过自新 而是通过这些小伎俩赢得斯巴达人 对他的喜爱 然而这种辛苦的生活 并没有坚持多久 据说有一天 斯巴达国王艾杰斯 在一次带兵出战时 他的头盔竟然慢慢的变绿了 然而此时的国王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直到回国 见到刚刚出世的儿子 才恍然大悟 他掐指一算时间不对 是的 在国王出征期间 亚西比德缠上了皇后的身子 俩人便在此期间 做了不该做的事 那在得罪斯巴达国王后 亚西比德再次流亡 此时的爱琴海三大势力 雅典 斯巴达和波斯 他得罪了两个 最终也就只能逃到 波斯所管辖的爱奥尼亚 在得到波斯人的庇护后 亚西比德的谈吐高雅 以及不失幽默 诙谐的性格 很快得到了波斯总督的喜爱 在站稳脚跟后 亚西比德开始帮助波斯人 针对雅典和斯巴达出谋划策 不过此时亚西比德 虽然说是雅典的叛徒 但是他叛变的并不彻底 他依然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故乡 再次为自己的祖国作战 因此他给波斯人的建议 更多的是有利于雅典一方 没过多久 亚西比德的机会来了 公元前411年 雅典的民主政体被推翻 建立了寡头政权 那对于早已习惯民主政体的雅典人来说 他们无法接受 在无人可用的情况下 他们决定寻求亚西比德的帮助 那对于亚西比德来说 只要你们给我平反 我就帮你们打仗 那在他的带领下 雅典舰队打的斯巴达人之求和 那此时的雅典已经打红了眼 并没有接受求和 也正因此 雅典失去了战败前最后一次求和的机会 最终在雅典战败的前一年 斯巴达俘虏了雅典15艘战船 那此消息一出 雅典的公民大会扎开了锅 他们认为这是亚西比德的错 于是免了他的职务 那其实亚西比德和苏格拉底的政治理念是一样的 始终看不上民主政体 那这次公民大会的决策过于草率 直接导致了亚西比德对雅典失去了信心 最后他再次投靠波斯总督 公元404年 在斯巴达的山洞下 波斯人将他杀害 至此 亚西比德的传奇一生也就结束了 在死之后的五年里 阿斯帕西亚和苏格拉底也相继死去 其中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其中的一项指控就是蛊惑城邦青年犯罪 因此 后人认为亚西比德在一定程度上 牵连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 从而印证苏格拉底的教育理念是失败的 的确 他没有像伯利克利那样使雅典再次辉煌 也没有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 带领着城邦开疆阔土建立自己的帝国 同时他还是一个叛国者 但是 他是一个遭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叛国者 一个内心深处有些爱国的叛国者 一个在当时最接近上述伟人的人 也正因此让我感觉 他强大的个人魅力 要比他的个人成就更有意思 更容易让人接受也更接地气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关注加收藏 我们下期见拜拜